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几乎每分明秒都会有个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 而对于人类而言一个新生儿的出生可以说是寄托了存家的希望 而且对于新生儿的照顾也可说是无微不至 这样的事情对于很多动物而言是似乎并不存在 因为它们照顾小动物的时候往往比较随意 就比如说很多动物为什么通常会用嘴叼着孩子走路 难道不会伤到它们吗 看完懂了 在动物界很多人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那就是一些动物往往都会叼着自己的孩子 把它们含在嘴里 面对这样的事情很多人会产生疑问 这么做真的不会伤到它们的宝宝吗 实际上对于很多动物而言这才是爱的真正表现 因为它们对自己的孩子是非常不放心的 毕竟在自然界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 而只有把自己的孩子放到眼前才会有安全感 除此之外很多小动物的背后皮毛是非常厚实的 因此只要掌握好力度 即使是喊住它们也完全不会被伤到 甚至还有一种做褪签的感觉 而且很多小动物还非常享受这一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动物经常会把自己的孩子掉在嘴里的原因了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面对这样的事情关小伯子看法吗